原标题,原创评论,实体书店发展,也要不拘一格,这几天,如果你来到上海市中心的黄浦去四南路,会发现一个只有30平方米的书店, 里面摆放了1046个书籍品种,共3000日本书,人头传动,这就是四南书局概念店,因为它只存在60天,从11月5日到12月31日,更多读者把它称为快闪书店。 12月27日,人民日报,实体书店不仅仅是文明的象征,更是文明的传播者。 几千年以来,自从有了文字和纸张,实体书店就应运而生。 不过,与现代实体书店不同的是,古代的实体书店,往往更注重文面,书籍作为珍贵品,往往只有达官贵人,知识分子才能接触,读书和上学,一度曾经成为社会上的奢侈品。 而走入明清和近现代,实体书店爆发式发展,老书店一度成为城市文明的象征,和城市知识分子的致集地,实体书店落过辉煌期。 但在互联网的冲击下,正在面临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挑战,实体书店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? 洛阳纸贵,热门书店一店难求,每一个城市,曾经都有一些如同新华书店,一般陪伴人们成长的书店。 然而,走入现代,实体书店的发展并不如人意,实体书籍不再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方式,别自书籍,各类读书和新闻软件。